有一家知名的營養保健大廠 研發出就是 美味同時兼具營養的 濃湯鹹口味的營養品 而且同時他們還有獲得 2022年的ITI風味絕佳獎章的認證 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技術 就是 他們把天然的玉米 它把它研磨到 長輩要吃東西 熱量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然後又要聚聚可能又要營養 光想到我就很累 要怎麼辦 所以現在國健署 它有推行的概念就是 高齡營養新時代 重點就是要 所以其實現在營養科學 它是有不斷地一直在進步的 對 所以它就是有研發出 這種可以均衡的營養補充品 可以讓我們吃得對 然後也可以讓我們熱量充足 在門診真的也很常遇到 就是口感的問題 大家都會覺得說 好像是不是 好吃的東西一定不健康 健康的東西一定不好吃 對 所以現在有一家知名的 營養保健大廠 它就是幫大家 把這一點考慮進去了 所以它有研發出 就是 而且同時他們還有 獲得2022年的 ITI風味絕佳獎章的認證 那我想問一下 什麼叫ITI ITI它就是全球的一個廚師 還有飲品的專家 他們就是去評選 然後去認證的一個過程 這個認證就代表這個產品 它製作是比較精良的 然後它口感均衡 而且比較美味 其實它每一年都會有 數千種產品來參加這個評鑑跟評選 可是只有風味品質 比較好的產品 才能夠得到這個認證 然後這個營養品 它就具備這樣的條件 然後我今天有帶 要給大家試試看 好 大家好 好 來 其實這個濃湯鹹口味的營養品 它是有經過 所以這個在開封之前 它是可以放在我們的常溫的 好好喝 很好喝 等一下 眼睛都亮了 好亮 沒錯 對 而且如果說你們是想要喝那種 溫熱的 就是可以隔水加熱 記得大家就是不要把它 直接拿去加熱或微波 因為它裡面 它就是一個均衡的營養素 它會容易被破壞掉 要記得要隔水加熱 這香醇濃郁 你們喝的這個口味 就是我們的 然後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技術 就是 他們把這個天然的玉米 它把它研磨到 比頭髮的直徑的十分之一 還要來得細 所以其實你喝起來會比較 對 而且它在我們人體裡面 也比較好 被容易吸收跟利用 菁姐 妳是求渴嗎 真的很好喝 所以剛剛有提到營養的部分 它其實蛋白質含量是滿高 它有含10公克的優質蛋白質 然後還有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MCT油 就是我們的重量脂肪酸 它可以幫助我們快速地轉換能量 然後還有一定比例的 Omega 3跟Omega 6的不飽和脂肪酸 還有30多種的營養素 那這個包含我們必須的 維生素跟礦物質 所以很適合大家來做一個補充 太棒 謝謝玉玉營養師的分享 謝謝